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怎麼拍攝一個高級包包 那今天不只拍攝平面 連動態我自己都要來拍攝 那為什麼我要莫名其妙拍一個 microchorus的高級包包呢 那這個microchorus包包是我媽媽叫別人 從美國帶過回台灣的 結果帶回來才發現 這袋子尺寸太大了 所以我媽就叫我把它拍賣掉 那我媽也根本沒有把它背出去過 它現在還是全身的狀態 什麼膜都還沒死掉 平面攝影的部分我就會用離機閃 然後加上我的機頂閃光燈 然後我把這個機頂閃光燈 就把它架到這個boom杆上面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boom到我們的包包之上 當一盞主燈 那這一盞閃光燈 機頂閃光燈 我還會再加一個小小柔光照 讓它稍微柔和一點 那後面還有兩盞大的持續燈 那這一盞有柔光照 然後我會一起搭配平面攝影一起使用 我想說就大的柔光照 把整個環境打亮 就是一個柔和 ambient light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環境光嗎 之類的東西 那我拍攝那個包包的構思 我是想說我可以拍攝出一個 有手拿著的 然後包包是在空中的 不是放在任何平面上面 它是手提著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 我自己當手模吧 然後我們相機就用canon 然後我喜歡用這種 拍影片用的雲台 因為如果你設好水平 你不用像球弦音臺 調整一下 你就要重新 調整水平 你這個水平定好 你其實你怎麼樣構圖 水平都還是一樣 真的是超好用 好啊 那我們就直接來架燈 架背景部跟架相機吧 OK 我們燈光的出現已經出現了 我把這一盞 積一點閃稍微做一點改變 就是我把它跳到反光板 然後再打到我們的包包 這樣就是 比柔和還要再更柔和的柔和光線 就會看起來很漂亮 那像這樣子持續燈 跟閃光燈一起混合使用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同時控制快門 跟光圈來控制兩種不同的光線 快門是控制持續燈的 那光圈是控制閃光燈 真的是超級完美 你就可以不用去碰燈 然後你就來相機裡控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照片的部分 那我們持續光主要打的是輪廓的光線 那第二張這個是直接揉光照 然後直接從上往下打 看起來真的是有點硬邦邦 有點深淚 我覺得不太喜歡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試著把它跳到我們的反光板試試看 看起來就柔和了許多 那但是整體的光線有點昏暗 因為我快門開到了四百分之一秒 那我們只需要輕鬆把快門調慢 我們的持續光就會變亮了一些 接下來我們需要改變的就是把這個包包換個面 因為這是它的背面 然後把它清乾淨 那我們上面那一盞閃光燈我想要遮黑 就是不要讓它照到後面的背景 因為我想要讓背景就是有點灰灰的 那我們這一塊反光板也需要再調整一下角度 我覺得這個角度好像還不是最佳的角度 就看看怎麼樣調整會比較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吧 OK 那我們拍了一百四十二張照片之後 然後我終於拍到我覺得滿意的照片了 就是整體的包包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拍攝局部特寫的部分 那拍完局部特寫我們就開始來拍攝影片的部分 那剛剛拍包包整體的部分我都是加腳架 然後接線到電腦來連線拍攝 那接下來拍局部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把線拔掉 我們直接手持來拍攝吧 OK 我們平平拍完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拍動態的部分 那動態我就會把另外一盞持續燈 想辦法 看看要怎麼去把這個 勾出來 但動態的可能 幾乎都是特寫吧 可能只有一兩顆鏡頭是比較遠景的 其他都是特寫 然後就是動態 可能拉拉鍊的特寫啊 那個 手 手 這是什麼動動 手提的部分 拿起來的特寫啊 之類的東西 包包影片的燈光部分 我們這邊的反光盤 我們把它變成Negative Fill 那我們上面多了一個Aputure 300D Mark II 直接頭上打下去 讓它有一個強烈的陰影 就下面就會有一個 看起來很酷炫的陰影 Yep 就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來拍攝吧 我們包包影片殺青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給你們看看 最終的影片跟照片的部分 Let's go 阿酪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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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OK那我们的包包拍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幕后花絮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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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